云雀 从前有一窝云雀 住在快要成熟的庄稼地里 云雀妈妈每天出去觅食的时候 就对小云雀说 一有什么动静就仔细听着 说不定那天就有人来收庄稼 我们得事先另找一个地方住 有一天他出去了农夫来看庄稼 该请邻居们一块收庄稼了 他对儿子说 小云雀们仔细听着 然后把农夫说的话转告妈妈 我们马上走吧 他们大声说 明天早上收庄稼的人就要来了 我们就跑不掉了 云雀妈妈震静地说 还有的是功夫呢 如果他靠邻居就得等些时候 才能把庄稼收回去呢 第二天 第二天 农夫又来了 太阳更热 庄稼也更熟了 但还是没有收庄稼 他说 再不能耽搁了 邻居是靠不住的 我得把我所有的亲戚都请来帮忙 他对儿子说 去叫你的伯伯 叔叔 堂兄弟 堂姐妹们 请他们务必明天就开始 小云雀们 吓坏了 求妈妈立刻把他们带走 云雀妈妈说 要是他说的就是这个 那就不必担心了 他的亲戚 还要收自己的庄稼呢 他一时半刻 还请不到他们来干他的活 不过 明天 你们可要听仔细了 我要知道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 第二天 农夫像往常一样 又来看庄稼 庄稼都熟得开始倒幅 可谁也不来收割 我们不能等邻居和亲戚了 一天也等不得了 农夫说 去雇几个人来 我们明天自己干吧 带我们走吧 带我们走吧 妈妈一回来 小云雀就说 他们明天就要收庄稼了 妈妈问道 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他们是不是说 要自己来收庄稼了 对 对 小云雀们 吱吱地说 他们是说 他们自己要来收庄稼了 真的该走了 云雀妈妈说 如果一个人打算自己来干什么事 而不是让别人来干 那么他就是决意要把它干成了 来吧 试试你们的翅膀 我们得飞到旁边的那块草地去了 对 感谢观看